2月14日是情人節 相信有很多人都在約自己心意的人出街 究竟當日的打敏應該是怎樣呢 今集就等我和你分享一下 究竟有什麼化妝髮型和衣著的教學 可以令到你那天更加出眾 第一步可以塗上爽膚水 可以把爽膚水倒進棉花 然後可以全面抹上 令到皮膚有一個很醒神的感覺 第二步我們會塗上化妝水 化妝水的水分子會比較小 可以令到皮膚容易吸收 令到皮膚會有一個即時滋潤的感覺 想給人一個很乾淨的感覺 大家記住不要漏鬚 用一些貼面的鬚跑 再配合之前塗上一些化妝水 令到皮膚有一個滋潤的感覺 那就不會容易剃損 很多男生都沒試過修眉 但往往因為你們的眉 令到你們給人的感覺很不精神 所以大家可以先利用眉刀 或者是眉劍收一收你的眉 最主要要收的位置就是 眼蓋上面有一些雜毛 或者是眉頂太多的雜毛 大家都可以收一收 再利用這隻眼箱 上面有一個好像燙斗型的冰錦筆頭 只要在眼袋的位置按上的話 就可以令到你眼袋有一個緊緻的效果 最後大家可以塗上這隻八重活力保濕箱 一來它可以提升到皮膚的光澤感 第二可以修護你剛剛剃過的地方 例如眉毛和鬚筋的位置 大家記得要塗上唇膏 要不然在重要時間刮傷別人的皮膚和嘴唇就不好 當然我們要令到膚色均勻 所以大家下個步驟就可以用粉底液 這個粉底液本身的空氣感比較重 所以當你塗上去的時候 感覺就會好像C質般薄 大家塗的時候可以塗上手背 然後用中指向外打圈 特別可以塗上額頭、鼻樑、兩邊拳骨和下巴 面上可能會有很多暗瘡印或者粒粒 所以大家可以利用和膚色一樣的遮瑕膏 塗上去就可以了 塗的時候大家可以先塗上暗瘡印的位置 然後簡單一點可以用手指慢慢推開 這樣磨完就會自然很多 化完底妝當然要噴上定妝噴霧 眉毛方面我建議大家可以選擇和頭髮的顏色一樣 我現在頭髮的顏色是黑色 所以我會選擇灰色的眉筆 畫的時候我會先注意眉眉的位置 我們可以從眉眉的位置畫到尾 記住一定要沾磨 然後也是從眉中間位置 我們倒轉筆向前畫 這樣就可以令眉頭的顏色更加自然 當然假設你畫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會畫得太大力的話 可以用眉筆的後半尖 它會有眉刷的 利用眉刷擦鬆顏色 這樣就自然很多了 之後令你的眼睛更正常的方法 就是利用一支啡色的眼線筆 我們可以在眼睫毛和眼睫毛中間的位置 畫上一條內眼線和隱形眼線 畫的方法我們可以由眼線尾的位置 向前推左右左右畫 這樣就可以很容易畫上這條內眼線 這樣就可以很容易畫上這條內眼線 我們可以把所有頭髮全部濕透 向後搬 然後我們就可以用這隻封筒 把所有頭髮向後吹 吹的條可以用手指向上拉高 方向大部分我們都會向後吹 吹完之後我們就可以用這隻縮米夾 把頭髮的根部我們全部夾得鬆一點 夾的方向我會建議大家可以打橫夾 但打橫我們可以向後曲 這樣就可以令頭髮全部都有向後方向 好 夾好了之後我就會利用這隻髮 把兩隻手搓勻 然後可以抄向頭髮近部的位置 千萬不要落到頭皮 近部的位置 為何這樣做呢 目的呢 其實我就想把頭髮抄得更加鬆 自然的層次感就會更加明顯 包括後面的頭髮我們都會向後合 把兩邊的頭髮向上推高之後 我就會拿到封筒 然後我就會用手指抓著頭髮向前推 把封咀吹向髮巾的位置 形成前壓的頭殼頂上會有一點弧形 另外兩邊的位置我都是同樣地拿手指抓 弧形然後拿封咀吹回根部位置 好 最後吹好之後我就會拿到封筒 全頭噴一次 特別可以在髮巾的位置 還有兩邊的位置我們可以多噴一點 情人之怎可以只有化妝和整頭呢 當然就要配合穿衣服 這款髮型我會建議大家可以穿一件襯衣服 另外也可以配襯一些冷衣服和皮褲 相信很多男生看完我的影片之後 都不知道如何入手 但是情人節這麼重要的日子 怎可以錯過呢 接下來2月9號我將會舉辦 一個情人節的造型教學工作坊 將會當日可以親身給你感受一下 究竟你自己有什麼全新的造型 如果假設你有最無名的話 快點去到以下網址上登記 不得不提 記得要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好 第一條 兩邊的頭髮向環山真的好鋼 是不是適合橙青歐巴 可不可以出多些歐巴的介紹片 Thank you 好 兩邊的頭髮如果好鋼的話 可以利用風筒 吹一吹你這邊的頭髮 然後用手指按住它 很快自然這些頭髮就會貼服很多 但你問我是不是橙青會好一點呢 當然啦 近這兩年的時候其實都很流行 兩邊橙青的 所以不妨試一下 好 做了兩個月的負離子 前面的音想製回All Back 有什麼方法令前音不會跌下來 求解答 最簡單的方法 其實就算你做完負離子之後 如果假設你用一些卷髮器 或者熱燙的卷髮器 又或者你可以用風筒 再配合這些拆梳的話 把那條頭髮放在前面 然後捲上去 用風筒吹一吹根部 或者吹一吹那條頭髮 冷卻後那條頭髮都會自然變彎 自然而那條頭髮 就可以向上 就不會跌下來 好 黑頭很嚴重 有什麼方法可以容易解決 我覺得最簡單的 清黑頭的方法有幾種的 第一你可以用一些清潔的面膜 第二你可以用黑頭貼 那黑頭貼 記住不要只買一張那隻 那些有三張那隻 當你敷完一個打開了毛孔 第二張就用來貼黑頭 第三個就是幫你收拾毛孔 還有一些其實挺有效的 那第三個方法 我覺得大家可以用一些毛沙 或者一些結綿皂 其實都有去黑頭的成份 那自自然而 就可以令到那些黑頭就可以清理到的了 那當然啦 也是第四樣東西 我覺得毛孔的彈性很重要的 那所以大家清理完黑頭 記得要塗一些的 爽膚水 去收拾毛孔 同時也可以塗多些保濕 那自然而黑頭就不會最色那麼多的了 還有一隻 二隻 這隻